薪值生产力 这个概念只要你的生活和经济有关 那就和你息息相关 甚至蕴含着巨大的财富商机 要了解薪值生产力 得先了解马克思怎么定义生产力 生产力有三要素 劳动者 生产资料 劳动对象 薪值就是说这三要素都必须月升 突破 怎么突破 靠新科技 新技术 第一 看劳动者 这劳动者是否拥有高技术和高质量的这些技能 所以未来靠的就不是便宜的劳动力了 而是高水平高技术的产业工人 也就是说未来劳动者的技术能力 科技能力 人均产值要提升 普通的劳工要学会用AI来辅助自己的工作 要能学会用线上数位的方式思考自己的业务 所以便宜的劳动力就不再是国家主要的竞争优势 要把劳动者的综合数字技术能力全面提升 每个人都要加强学习 国家也会加强教育 第二 叫生产资料 又叫劳动资料 比如说工具 设备 厂房 土地 这样你就清楚了 这些要素比如土地和劳动力是有限的 有个天花板 比如因为大陆的少子化 人口在减少 那还能依赖人口增长带来的经济红利吗 比如都市化的比率已经高达七八十了 还能够继续搞房地产吗 所以过去旧的生产方式增长方式 已经遇到了瓶颈 而新值生产力提出 就是要摆脱旧的经济增长方式 于是有了第四个要素 叫科学技术 同样的农民 同样一亩田 但如果稻米的技术改变了 变成好的种子 变成原农瓶研发的种子 生产力就上去了 这就是技术能提高生产力 那科学技术 我们人类历史上有多次变革 第一次是工业革命 蒸汽机的改良 第二次是电器内燃器 第三次是通信技术 互联网 移动互联网 而第四次的工业革命 就是打数据 人工智能 算力 算法 新能源 和生命科学 而在当下 生产力 还有第五个要素 就是数据 数位经济 或叫数字经济 4G时代是消费互联网 像淘宝 京东 美团 这些都是消费互联网 大家购物 分享心得 可是未来的5G 6G 迎来的是万物互联 产业互联网 用数字经济 赋能产业 提升整个产能的 生产效率 产业互联网 在大陆的例子 比如说贝壳找房 有点类似于台湾的 591租屋网 但是更加全面 什么意思呢 本来贝壳找房 以前叫炼家 传统的房产经济公司 跟台湾看到的 叉叉房屋仲介 差不多 但是变成了贝壳之后 它就不是单纯的 房屋仲介了 它变成了拥有 全中国最完善 一二线层楼盘字典的 大数据公司 就什么人 会需要什么房型 他的设备 他的装潢 就任何关于买房 租房的大数据 通通都有 这就是数据 给销售端 零售端 带来整个行业 重新效率的提升 甚至在创业端 也得倚靠数据 我要创业 那我是做产品 还是做服务 我是开门店呢 还是要走线上 我要开发什么品类 我要经营什么客群 其实原来完全不知道怎么决策 靠什么 靠经验 靠天赋 但现在各大平台都有数据 什么品类增长得快 什么包装设计和产品呈现 是消费者喜欢的 线下什么样的门店 才能给消费者好的体验 通通都靠数据 所以在未来非常清楚 数位化 数字化 是不可阻挡的趋势 台湾呢 还有些青蛙 在唱衰大陆的数位化 这都会成为时代的逆流 薪质生产力 如果专门问对台商会有什么影响 这个问题呢 分两个层面 第一 就我们不能够专门针对台商跟台企 因为这是整个中国大陆 普遍未来的发展 所以不仅是台商啊 就任何的商人 任何的人都有机会可以来投入 那么在这过程当中 会增加哪一些的产业 会带来多少的就业机会 会有多少经济的成长 那么你要不要加入到这个行列 当然这个过程会有一些震痛起 就比如像现在房地产 在中国大陆的GDP呢 还占了两成多 那未来呢 要把它下降倒成15 16% 那么新科技呢 在目前占整个GDP 还不到两成 未来呢 要逐渐提高到25% 甚至是更高 所以在产业转型的过程 当然会有一些需要适应 跟调整的 但这就表征着 未来中国大陆 在新科技 新技术 新职生产力这一块 一定是会越来越蓬勃发展 所以就看到底大家要不要加入 而第二块是说在台商呢 比较多集中 或说台湾目前还有一些优势的 一些资通讯的产业 或者呢是在生物跟医药技术 还有相对优势 你一听 台湾现在优势的 已经这么少了吗 对对对 已经很少了 你如果再看更细的 比如什么石化 纺织啊 然后甚至连面板啊 大陆呢 要么就是可以部分取代 要么已经可以完全取代了 所以在还有优势的领域当中 要不要加入到这个浪潮 来响应这样的一个新职生产力 并且加入共同创新的发展模式 共同加入新的供应链的生活当中 这当然呢 就取决于老板们的智慧了